种植不种量 我今天若能够度十个人 到西方极乐世界 将来在十方遍 无量无边的佛国土 成佛的时候 比我度一百个人 可是一百个人都没去极乐世界 所以做一个师父 做一个道场的领导者 不论在家出家 你的心要很正派 假如你心上梁不振 下梁歪 当然这个寺庙里面 就很多是非嘛 对不对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 这么多连友要见我 很简单 对不对 登记会客嘛 每个人都平等嘛 对不对 不能让人家说 哎呀你看 我对师父比较好 他就给我机会见他 那个人 哎呀 他不是师父的功德主 不要理他 不要理他 西藏佛教很多灭的 就是这样啊 我是讲得很真心话 为什么很多道场 我们都会变昙花一现 在家居是你很真诚的 要互持道场 可是主事的人 你自己呢 要有平等心 要有公平心 要有慈悲心 不要说 哎呀人家佛菩萨很寺庙 很兴盛 他搞一套我也搞一套 这里就是讲 这是竞争的心 其实这是杂染的心 佛菩萨不会互念你的 天龙八部也不会互持你 为什么 天龙八部想 反正你比我更能干吗 你自己会互持吗 那你就互持吧 那我就可以走了 是不是 希望佛弟子 听了这个法华经 安乐行品 真正的好好去彻底反省 你所做的 你所做的 为什么你会说 哎呀我拼命的修 可是我的果报不好 因为你的身口意 大部分都杂染多 不能说你不虔诚 可是你里面都很多 七上八下 七七八八的 乱七八糟的东西很多 所以你才会有杂染的果报 请看下面 鬼二观行分四 翻过来在五十二页 第一 大悲心想 对峙你的嫉妒跟狂妄 请看经文 当于一切的众生起大悲响 这个很容易 注意是一切众生 不管你是当义工 当佛弟子 在寺庙里看到好人坏人 或是有善根的 没有善根的 是王五百光 王公贵族 或是呢 阿公阿婆 你都要有平等心 要有慈悲心 第二个 对于如来 如来就是佛 要当三界导师的慈父想 第三 再看 子以三 大师想 对峙你的 脑乱心 就是说 对于所有的菩萨 及大师 包含各种各式的善知识 十方诸佛的大菩萨 应该常常的身心 恭敬礼拜 就像长步轻菩萨一样 这个并不难懂 今天讲经就讲到这里 好 谢谢各位 阿弥陀佛 好 我们合掌 请念回向文 看第二页 我也要真诚跟各位分享 您看我很有福报 你知道吗 当我去习经 义诊的时候 我一次供养是五百位拉玛 我也要修来 我也要广修供养 听好 佛菩萨并不需要你的钱 过去的佛 像释迦摩尼佛 遇到燃灯佛的时候 燃灯佛也接受他的供养 所有的诸佛菩萨 就是希望让众生广修供养 而能够超越自己的障碍 当你成就的时候 你也会做一切众生 供养的福田 所以释迦摩尼佛 成为三界的导师 值得天人供养 我知道在新加坡 都有很多的功德要做 但是我生平第一次开口 若您觉得欢喜的话 也希望您 您供养我的上师 你不供养我 我也很欢喜 因为将来 这个会出非常非常多的人才 在全世界红法 所以您一点点的布施 不但会来带到你全家 现世的快乐跟安乐 你的供养也会让真正正法的道场 去佛会命 负责寺庙的开销 甚至这些孩子的教育 这些拉玛的教育呢 将来代代才会出神才 佛法才会兴盛 好 请合掌 我们念 发愿回向文第二页 我念一遍 你念一遍 请合掌 以我九情所积极 量等虚空二资粮 以我九情所积极 量等虚空二资粮 为度无名有情众 愿成岳 愿成岳 愿成岳师佛世尊 愿成岳师佛世尊 为度无名有情众 愿成岳师佛世尊 为成佛前一切身 文书此敏随彻持 为成佛前一切身 文书此敏随彻持 聚主教以罪圣道 得以行令诸佛喜 聚主教以罪圣道 得以行令诸佛喜 以我解物道法要 大悲为道善方便 以我解物道法要 大悲为道善方便 敬除众生益名于 持佛教法于九远 敬除众生益名于 持佛教法于九远 教法圣宝未遍阳 或以遍阳而衰墮 教法圣宝未遍阳 或以遍阳而衰墮 愿于彼处心大悲 显红利乐之宝藏 愿于彼处心大悲 显红利乐之宝藏 愿佛菩萨妙事业 最圣菩提道次第 愿佛菩萨妙事业 最圣菩提道次第 勞强奥祝愿谢托者 世尊教行永流传 成就修行善道员 敬除人非人为人为缘 佛所赞叹进行道 深深深世事事永不离 以实法行于圣城 如礼精勤修行计 以实法行于圣城 如礼精勤修行计 护法圣众常护持 如海吉祥普时方 父法圣众常护持 如海吉祥普时方 下面大家一起念 大家经文很熟 是普贤行愿品的经文 但不要急 一起念 愿我灵欲命中时 尽除一切诸障碍 面见彼佛阿弥陀 既得往生安乐差 我既往生彼国语 现前成就此大愿 一切圆满尽无语 利乐一切众生界 彼佛众慧贤清净 我时余圣莲花生 清度如来无量光 现前受我菩提记 蒙笔如来受记忆 化身无数百巨之 智力光大片时发 苦力一切众生界 乃至虚空世界境 众生极业烦恼境 如是一切无尽时 我愿旧境恒无尽 我此普贤书圣心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察 愿经理佛发愿 修持功德 为师有情 四恩总报 三有其之法界众生 同缘总之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法会只剩下两天 明天我会正式介绍 弥勒日巴正道歌 所以希望明天不要缺席 后天就会讲梦跟禅修的关系 然后全部的经文 这次法华经安乐行品就会圆满 至于有很多联友问我其他品 比如说 从地涌出品或是其他 我想问我其他品的呢 我建议你先看法华经的白话注解 因为它不在我讲座的范围之内 我这次是以安乐行品为主 又要讲得很好 然后又要顾虑到很多故事 又要回答问题 我想时间很有限 但是我也会尽量的回答 若没有回答听好 不要气馁 我已经想到最好的方法 有最坏的方法 当然没办法住在新加坡 抱歉 下次以后再来 我可以把问题 然后交给我学生 若我尽量答 答不完的话呢 我会用桑爷经社的网站 你答的问题里面呢 我会请我口头录音 然后我学生会一个一字刻印 key in 所以你的问题 万一我没有回答你的话 将来一个月以后 请你上桑爷经社的网站 我们所有的问题 会回答在网站上 好不好 这样就满大家的愿 这样子的话 我也才不会打忘语 好 今天就讲经养到这里 谢谢各位 阿弥陀佛 各位法师 各位联友 大家晚安 阿弥陀佛 对不起 一千多人要聚在一起 也谢谢大家 柔和忍辱心配合 大家都很欢喜 也都很辛苦 这个我能了解 好 我们现在 请把心定下来 先共修 速度像昨天一样 念中等的速度 请不要太快 也不要太慢 请合掌 谱果 Inter cover 超 吸引 高 阿弥陀佛 咕花延飞 谢谢 能 万 分份 不能 求 花言悲伤 佛呼善 所有事 方式 皆 终参施 一切人世子 我已尽尽善意 一切便利 尽不欲不欠 行愿为神力 不欠意 一切如来 千一身 佛仙茶 乘一遍利茶 乘破余一茶 忠诚 佛格诸菩萨 忠慧 忠不尽 法皆 诚意 让神心 诸佛佳 充满各异 一切应神 还不出 今妙夜 此境与未来 一切接残佛神 神功德海 依出醉神妙 满几月 图相积散 该如是醉神庄严 去我已 供养主 如来 最神医 最神香 莫相 少相 余灯 主已 解如妙高 去我已 供养主 如来 我已 光大身皆 尘成 尚未来 心神 行积散 伤世 佛西不千恒远 你 不便 供养 主如来 我已 所遭愿 皆 诚意 无事坦诚 知从神与一知所生 一切我尽皆康慧 释放一切如同 神他尘有学及无学一切如来与不散 所有功德皆随喜释放 所有世间等最初成就不提 这我尽一切皆康慧 尽传于无常妙 法论诸佛若欲诗连 盘博西施成了全情 请为愿旧诸诈诈尊 借礼乐意 借主众生 所有礼残供养 不许佛诸诗转发 顿随喜藏为主伤 更为向众生寂寂寂 愿将一丝顺功德 为向无常振发 借心将佛法寂寂 借儿地龙同赞美 听如是无量功德 爱我尽皆既敬畏 将所有众生成佛义 见我胆放我花灯 如是一切主也障 即一切消灭尽无义 念念之周欲花解 光度众生皆不退 乃至虚空世界 心中生即也烦恼 静如是四伐光度 边缘尽微信 一如是南无大恒 不见菩萨 南无大恒 不见菩萨 南无大恒 不见菩萨 南无阿弥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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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汉达名 佛天阿米里多佛比阿米里多吉丹佛比阿米里多毕迦南地阿米里多毕迦南 阿米里多佛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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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米里多佛 好 各位联友请合掌跟我一起念三称本师圣号极开经济 南魔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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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僧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止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好 各位联友大家晚安 谢谢这几天来大会 大家都很辛苦 然后也很欢喜 看得出来大家也都有很多 佛法上的问题 看得出来大家也非常的用心 但是有些问题我会建议 有些问我很多佛学名词 我觉得你应该先查佛学字典 查了以后看不懂的话 再问师父会比较好 不是呢 什么东西叫做六通 你也问师父 那有很多问题呢 你应该先自己看一下佛学字典 若你佛学字典看完以后还不懂的话呢 然后您再问我的话 那可能你体会会比较深一点 当然有些联友的问题是问得非常的好的 我也会在相关的内容里帮大家回答 现在请看今天的讲义 52页第19行 昨天讲上师是很重要 待会还会再介绍 上师也就像善知识一样 有些联友认为学佛就说 我不用去拜善知识 我就买几本经在家里念 老实说这样的想法不太正确 因为华言经说 佛法无人说 虽会不能解 佛法若没有人 为你讲经说法开示的话 你再怎么聪明啊 你可能没有办法理解到 佛法深奥的唯妙的道理 所以在南传 北传 藏传里面 都应该要清净善知识 在金刚乘里面的话呢 是更严格 没有上师的灌顶口传呢 跟解说你是不太容易了解佛法的 尤其在西藏里面它有很多的文化背景 真诚地说 英文讲Frankly 西藏很多大部分都是文盲比较多 西藏不像我们像新加坡台湾 全世界文化教育很普及 而且西藏的人呢 也不一定有家庭教育跟节育的观念 所以孩子就会拼命生 拼命生 剩了六个孩子呢 留两个 剩下四个 统统送给仁波切 所以西藏的拉玛 他们呢 从小出家 其实是觉得 那个地方是受教育 跟学习的环境 当然能够做拉玛 也是它的善根 可是当它长大的时候 它可能呢 就不一定继续当拉玛 所以在西藏里面 环俗是很自然的 因为是很多文化历史的因素 但是呢 也有人他将来是很精进的 为了利益众生而学习佛法 所以在金刚乘里面呢 你没有上师 你是不可能成佛的 因为你不可能自己读得懂藏文 而且有这么多的咒语 那大乘佛法里面 现在华人的世界跟全世界 流通法宝的因缘都很多 所以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听 VCD DVD跟录音带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 学习佛法的方式 但是呢 不可能说是你不清净善知识 而自己学 所以善知识跟 在各个教派里面 各个传承里面都非常的重要 今天请看几次 平等说法至真净 请看经文 与一切的众生 平等心说法 以顺着法的尊贵故 不多也不少 乃至于对深爱佛法的人 也会不多说 为什么对深爱佛法人 也不多说呢 不要增长他的贪心 佛法只是像你 横渡大海里面的一艘船 像金刚经讲 法上应舍何况非法 是说当你要横渡一个大船的时候 大海的时候 你需要大船或小船 当你透过船是一个工具 让你得到海的彼岸的时候 你总不能在沙滩上 也把那个船扛着 一二一二继续跑 过了岸以后 你是要把船也给放下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 佛法只是一个工具 但是呢 佛法本身 你也不要有强烈的执着性 这个叫做 法上应舍何况非法 那对于深爱佛法的人 不为他对说 多说是怕增长他的贪心 接下来再看经文 五十三页 科盼仁三结形成 透过前面 大悲心对一切众生 对诸佛如来 想成慈父 对诸佛菩萨 想成善知识 对一切众生 平等说法 这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在平等说法 你不可以因为他的文武百官 王公贵族的身份 你就讲佛法讲得很高兴 那你觉得对方呢 是阿公阿婆 你就随便讲 就解决他 这是不可以的 这一等平等说法 我可以真诚跟各位分享 很惭愧的我 我做到了 我从出家到现在 我的师父跟我说 如果众生需要你为他说法 你因缘而做得到 你答应了他 一个人还是要为他认真的说法 一百个人还是这样说 今天像一千多人 我还是这么说 我不会说一千多人 我就讲得很高兴 你一个人呢 我就随便讲 我绝对不会有这样的心 因为法是很尊贵的 同样的 你若来跟我会课 我也会不疲不厌地 重复很多的内容 去鼓励你 去开导你 所以平等心说法很重要 无所求说法很重要 清净心说法才很重要 因为你无所求 平等心 清净心 你讲的佛法 才会感动别人 这是跟大家分享的 接下来看仁山 释迦摩尼佛对文殊师利菩萨说 文殊师利是菩萨摩赫萨 在末后世 五卓二世 正法必将要灭的时候 有能成就第三安乐行 这里的第三安乐行是 一安乐行 说是法时 无能挠乱 而且它可以得到很多 好的同参道友 得好的同学 共同来读诵 研读 研讨 分享这个妙法连华经 也会感得很多 无量无边的大众 共同来听受或学习 这个殊胜的一称佛法 而且听以能词 词以能诵 诵以能说 说以能书 若使人书 书是指流通经典 古来经书是用抄经的 现在抄经变成在日本 韩国跟台湾 华人的世界变一个 修行的方法 这也是很好 但是在请人家 书写经典的时候 你要有恭敬心 尊重心跟赞叹心 这里讲受词读诵 书写为他人演说 乃至于流通正法的VCD DVD 这个叫做实法行 好 长行文到这里结束 接下来寄诵 寄诵在53页第29行 寄诵只是把前面的统整一遍 便于背诵跟随文入关 所以我就白话翻译一遍 请看诡一 诵止行 请看54页经文 20 释迦摩尼佛 欲重宣这一段 一安乐行的教法 而说寄言 42诵 若想要宣说 这个大乘妙法连华心 一样的 你要舍除你的嫉妒 称慧 娇慢 产驱 狂妄 邪伪 种种的心 常修直直行 直直行表示 心里是表里如一的 43 也不可以轻蔑于人 也不可以动不动呢 就批判其他的教法 也不要让他人产生怀疑或后悔 说动不动 你是不可能成佛的 错 释迦摩尼佛来这个世间 就是告诉所有的众生 都有佛性 这个伟大的使命呢 在法华经的一开始叫做 开示物入 佛知佛见 开导众生 展示众生有佛性 物呢 告诉他 从身口一清化 入呢 就是正入到无上的佛果 所以佛来这个世间 他超越了其他的不同的宗教 有一个脸友问我说 师父请问佛法是教育还宗教 我想讲教育 就是我的家师 净空法师说的 但是他当时是方便说 听好 他是引民国时代欧阳进吾的 当时在清末明初 佛法被人家误会为迷信 对于知识分子是非常排斥佛教的 所以他只好方便说佛法是教育 其实佛法的内涵是很多的 佛法包含的哲学 佛法也包含宗教的内涵 也包含教育 也包含心理学 所以你要问我 什么是佛法的定义 佛法就是佛法 佛法包含一切宇宙人生的真理 但是又超越一切人生的真理 这样回答才比较完整 佛法本身就有宗教的内涵 不是没有 所谓宗教就是它有教主 教义 教团跟教规 所以佛法讲是宗教 那个是一半而说 佛法讲是教育 也是方便说 正确的回答 佛法就是佛法 但是佛法包含世间一切的智慧 又超越世间一切的知识 这样子回答比较完整 所以请看鬼二 在五十四页第二十五行 颂观行 四十四颂 是佛子说法 常柔和能忍 慈悲于一切众生 不生懈怠心 这里是不生懈怠心 包含生精静 口精静跟意精静 四十五 对十方大菩萨 怜悯众生的缘故 所以他很精静地行 无上的菩萨道跟成佛之道 菩萨是我们的学长 所以我们应该生 恭敬礼拜心 菩萨也可以做我们的善知识 引导我们 四十六 对于诸佛世尊要身上无上的父亲想 这样子你能常常有慈悲 恭敬 而且感恩心 你才会破除你自己凡夫的娇慢心 这样子你身心清静 自立立他 才能说法而无有障碍 请看下面 仁二 诵行诚 祭诵第四十七 总结 第三法 安乐行 意安乐行是如是 有智慧的人应该从 生安乐行 口安乐行 到意安乐行 去精静地守护 一心安住在 身口意安乐行 以及包含后面要讲的 誓愿安乐行 这样子的话 无量的天龙八部 诸佛菩萨 天上的天人 人间的一切众生 看到你都会自自然然地恭敬礼拜 接下来再看五十六页 请看科派 今天讲到更四 试愿安乐行 分二 试愿安乐行叫做 Peaceful Practice of Taking the Great Vows 可见 身口意要让你达到安乐行 第一个最大的动力是什么 应当发广大愿心 发愿是很重要的 请看经文 心一长行 分二 仁一 明行法 分三 鬼一 彪 经文说 释迦摩尼佛又对文殊师利菩萨说 菩萨摩赫萨于后末世中法欲灭时 有事实是法华经者 应该怎么做呢 在试愿安乐行李 请看鬼二 试 分三 几一 明 发愿 试愿 所缘之境 这个 几一 明 试愿 之 所缘之境 在英文里面叫做 所缘之境 The perceived object of visualization 这个 泛文里面叫 阿兰巴南 所缘之境 它一定有 所缘的境 比如说我坐在这里 我讲经说法 我有很多很多所缘的境 第一个 我要健康的身体 第二个 我要坐在这个法座上 我总不能腾在虚空说 对不对 第三个 我要很好的麦克风 所以 这些东西都是你的所缘之境 所以 发起广大的怨心 它也有很多条件的 第一个 所缘之境是什么呢 请看经文 在于 于在家 或出家之中 不管在家出家 你要生平等的 广大慈悲心 对于这个人 是非菩萨人中 若这个人不是菩萨成 是身文成 或是圆绝成 你更应该 升起大悲心 怜悯他 去主动帮助他 所以菩萨又叫做 不请之友 你不请他 他会自动来 观根你的因缘 到了 他就会帮助你 再看 几二 明启示愿之友 在五十六页 第二十五行 Showing the reason of the generating the great vows 你升起的怨心 一定有一个理由 理由 比如说 很多人都是呢 碰到困难的时候 才会碰到佛菩萨 所以才来发愿 所以死圣 四圣地里面讲 苦即灭道 很多人都因为 觉得苦 他才会发愿 所以你发愿 一定有一个 原因跟理由 接下来请看经文 在五十七页第二行 应做事念 就是说 你看到一切众生 是非菩萨类 或在家出家 你要生广大的悲心 应刚常常做思维 有些人 如是之人 他是大师 就是失去了很多 如来的善巧方便 随一说法 你为他讲 妙法莲华经的时候 他可能是不想听 不想知道 也不想觉悟 也不愿意问 也不相信 也不了解 所以我们常会说 这个世界的众生 是很难度的 前面的几天 我讲过 释迦牟尼佛 在讲经的时候 曾经法会 摄利佛站起来 三请释迦牟尼佛 讲妙法莲华经 可是释迦牟尼佛 敬着三次 可是与会大众 有比丘 比丘尼 幽婆色 幽佛仪 五千人站起来 就退席了 他跟佛仪被子 什么经都听 可是听到法华经 他就绕跑了 佛说 退意加意 所以可见 法华经是真的很深入 这几天大家会来听得很欢喜 我也讲得很欢喜 事实上这是法华会上佛菩萨的加持 再讲得更白一点 是你过去是在座各位 每一个人都读过法华经 起码你读过普门品 但是呢 你可能忘记 你过去也修持过这部经 所以能够听到 华言经法华经 都是在过去里面 发过广大的菩提心 你虽然度众生 可能呢 你或许就像摄利佛 一样呢 六十节碰到人呢 你就不敢度众生 就倒退的 但是 这一段说明说 法华经 一 很不可思议 超越一般人的思维 第二 你会听到而生欢喜 过去世 你一定呢 有学过妙法莲华经 不管是在 释迦摩尼佛在世 或过去佛 你一定听过这部经 各位观想一下 搞不好 你在释迦摩尼佛的时候呢 你可能是出家众 你也可能在家的居士 供养了佛 那你会说 师父可能吗 搞不好你也是释迦摩尼佛 在放光的时候 飞过去的蝴蝶 一飞了又跑了 你也可能是呢 释迦摩尼佛在讲经的时候 刚好一只小松鼠跑过来 佛为了你一个 放光 为你说法 然后你又跑掉了 所以都可能的 只是我们过去忘记了 接下来 几三 正立誓愿 formally indeed taking the great vows 所以说 这样的人 他虽然不闻 不信 不了解这一部经 但我 这里的我是指释迦摩尼佛 他广大的悲心愿力 他得了 无上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时 随时随地 佛发愿以神通力 跟智慧力来接引你 让你能够早日听到这部经 让你早日听到这部经 还很欢喜 让你早日心 能够安住在这部法当中 这个是佛的愿力 在法华经里面 佛曾经说过 这个娑婆世界 包含你现在大背中心 所采的每一块土地 都是释迦摩尼佛 过去在无量节 为了救度众生 流血流汗 而成就的功德 所以这一块土地 释迦摩尼佛 都曾经利益众生过 比如说在印度 在尼泊尔 有一个叫做南摩波达 佛陀舍身为虎的地方 我就甚至去过 佛在阿课本身经里面讲 过去无量节 他就在那边 曾经舍身为虎过 所以那个地方也是圣地 释迦摩尼佛 发愿在五卓二世 广度众生 事实上佛陀 也是千百亿化身的 到现在释迦摩尼佛 还是无量地在化身 广度众生 所以这个发愿应该很重要 到这里是一段 到这里我要讲几个故事 跟大家分享 第一 很多灵友都觉得 我们的福报不够 要广修共养 广修共养 除了布施 词戒 忍入 精进 有六度万横上 都能广修共养 都可能修福修会 举个例子 释迦摩尼佛曾经 一试 他就专修禅定波罗蜜 在深山里 但是呢 他是发广大的菩提心 为了利益众生 而在深山修禅修 所以他一生只做一桩事 禅定波罗蜜 释迦摩尼佛也曾经做过 五百事 忍入先人 大家知道 在金刚经讲 对不对 格力王要杀他 他用五百事 就修一个忍入波罗蜜 可见六度波罗蜜呢 是每一个人 深深事都要修学的 可是修任何一度的时候 你都要跟 般若波罗蜜相应 这个是很重要的重点 所以 学佛不是只有一事 是多生多节的 有些人他今生 才开始布施 有些人他过去 就是布施 持戒 忍入 精进禅定 所以他一听到禅定 他就能够很欢喜 有些人是今生 才开始修禅定 但是在这个 无量的六度万恨里面 最重要第一个 要发怨 怨心很重要 比如说我不知道各位 你到寺庙来 你共灯 共香 我看很多老菩萨 都好像匆匆忙忙的 放上去 拜三拜就走了 那还有一些老菩萨呢 是拜在那边 念一个小时的 念很久 我也不知道他在念什么 但是呢 你都可以祈求 但是最重要是你的 愿心 听好 愿心才是重要的 举一个例子 佛在世的时候 有一个婆罗门 他是非常非常贫穷的 他看到国王 文武百官 都用珍珠 最好的衣服 跟这个所有的食物 来供养释迦摩尼佛 他自己觉得很惭愧 他什么都没有 他婆罗门女呢 他非常非常的贫穷 他也是呢 减破烂而来的 可是他一直很想 供养释迦摩尼佛 而且他看到佛陀 非常的庄严 但是呢 他因为自己很贫穷 很丑陋 所以每一次都躲在角落的 但是他每天想 我真的很想去供佛 结果呢 他就到处捡破铜烂铁 积了一个月的心 把他卖了 卖了以后 把那个仅有的一枚 印度的铜币 去供一盏灯 因为当时 释迦摩尼佛的 奇缘经社要做大法会 很多人都想去供灯 而且呢 他是在那个 人家呢 比较少的时候呢 他赶快偷偷进去供灯 但是因为他虔诚的恭敬心 佛陀知道了 这时候佛陀出来了 招待他 那他在供灯的时候呢 他呢 用一盏灯 供在释迦摩尼佛面前 他虔诚的顶礼 他发愿 愿一切的众生 都能够听闻得到正法 而一切众生 皆成佛 第二 愿一切众生 都离苦得乐 身心得到自在 第三 愿一切众生 都能够呢 超越内外秘密的障碍 能够满自己的心愿 也满一切的众生心愿 愿一切众生 心想事成而成佛 他就把这盏灯 供在那边 然后就顶礼了 这时候呢 因为负责相灯师的 是大目间连尊者 他在巡逻 巡逻的时候呢 在金色里为了安全 因为法会是好几天嘛 到晚上的时候 为了安全几件呢 他呢 就把灯给熄掉 熄掉的时候呢 那个大目间连用神通力 就是这样 一直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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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那盏灯 越灰越亮 越灰越亮 所有的灯都熄灭 可是这一盏灯啊 却熄不了灭 这时候他觉得很奇怪 那好吧 那就派人看守 到了第二天 法会开始的时候 那个婆罗门女 又来参加法会 然后人家就问说 世尊 昨天的法会很庄严 有很多灯 可是大目间连尊者就问说 为什么我那盏灯呢 熄不灭呢 佛陀笑一笑 佛就举手放光说 婆罗门女 过来 过来 那是婆罗门女说 婆罗你叫我吗 他说对对对对 我就叫你过来 那他看到佛陀说 非常欢喜 三步一跪地到那边顶礼 他就跟与会大众说 你们每个人都发心 供灯功德很大 但这盏灯最为殊胜 贤结千佛都不能灭 所以佛就为他授记 成佛的时候 叫做华光如来 哇 那个婆罗门女啊 被佛授记以后 非常的欢喜 他就想说 佛陀我可以跟你出家吗 他说 佛陀说 没问题 善来 善女人 你来跟我出家吧 最后他就自然落法 而成为佛的弟子了 我讲这个故事 可以告诉你 功德力在你的怨心 不是你做很多就有功德 那还是有着相的 你看 国王文武百官 大家供养佛 佛也欢喜 平等接受 但是这个婆罗门女 他呢 因为很贫穷 他事实上 佛陀解释 他几乎在供养了一个月 他每天都有持续不断供养的心 他念念你呢 想要利益广大的众生 甚至他发了三个广大的愿力 所以愿的功德力 让他这盏灯 衔结千佛 都不能让他灭 所以点灯的目的 象征着点外面的灯 也象征着点亮你自己 跟心中的一切众生的 所谓的菩提心灯 所以在佛教的很多仪式里面 最后不管是烛光网会 或是传无尽灯 都要你点灯发愿 所以愿的功德力很重要 第二个再讲一个故事 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比丘 他非常有福报 为什么呢 他每次只要手一打开来 手上掌上就两个金币 那觉得人家以为说 这个人是不是偷人家的钱 他们就去问佛陀 佛陀说不是 这个比丘在前一尊佛 加瑟佛的时候 也是一个贫穷的乞丐 那他呢 看到了加瑟佛 非常的欢喜 他什么财产都没有 只有一条非常丑陋 非常丑陋 而且破破旧旧的衣服 就是遮他的下体 那他看到加瑟佛的时候 也是非常的欢喜 结果呢 他很想供佛 可是他没有钱 最后呢 他就去找破铜烂铁 捡了破铜烂铁以后呢 最后只剩两块的铜币 然后呢 他就呢 很高兴地跑到这个 加瑟佛面前 可是呢 所有的比丘呢 就摁的摁吧 这个好错 那可是呢 加瑟佛很欢喜地说 善男子你过来吧 我欢喜心接受你的供养 他就把唯有的财产 两枚的铜币 供养 加瑟佛说 愿一切众生都成佛 因为他这样的广大愿心 所以 他来生 生生世世走到哪里 一出生的时候呢 是男生的时候呢 他做女 他投胎转世 生生世世 他转到释迦摩尼佛 那一世的时候呢 多生多结 他一出生的时候 一个baby的时候 两个手掌上就有金币 所以他们的亲戚 特别喜欢去看他 看一看他 摸摸我给你巧克力 然后他就把两个金币拿走了 结果一拿走以后呢 那个小朋友手上 又有两个金币 也就是说 他像观音菩萨一样 可以随时随地 满一切众生的愿 所以我会觉得 其实佛教徒 听好 注意听这一段 释迦摩尼佛 他不需要你的钱的 观音菩萨 他的功德力 是比你更大的 但是为什么菩萨界里面 要制一条 供养三宝界呢 就是因为我们 众生没有福田 你看释迦摩尼佛 看到燃灯佛呢 他还拿了五色花 供佛 希望佛为了受祭 过去的佛 都是因为另外 前面一尊佛的教导 让他种福田的因缘 所以他福会能增长 所以我觉得呢 各位不要误解 佛教呢 讲六度波罗蜜 第一度都是要钱 错 佛才不要你的钱 你应该生欢喜心说 就是因为我没有福报 我现在有百千万劫难遭遇 有这样的因缘 我更应该做广大的布施 接下来我也讲一个问题 我知道我在 把弹道奖金 十善业道经有题 在这边很多联友来找我都会说 师父 全世界经济都不太好 我家里的先生做事情又倒了 我的工作都不太顺利 没错 我能体谅 我现在教你们一个方法 您不会发财有很多原因 第一 过去是偷盗的习气 第二 占别人的习气 第三 吝啬的习气 所以过去的恶业 你没有忏除 你虽然精神很努力的工作 到快要结果的时候 就碰到啊 可能别人给你跳票啦 或是欺骗你啦 或者呢 种种的恶元 最后呢 对不起 可不可以请一个人来帮忙一下 这个放得不是很好 所以 你总觉得 你很努力的工作 可是呢 却不会发财 可是这个世界 我可以告诉你 一切都不离开因缘果报 为什么全世界经济不景气 你会发现 会发财的人还是发财啊 它是他的福报嘛 对不对 可是呢 你没有发财 是因为你没有那个不失的因 吝啬的因 所以听好 你不用很多钱 假如你家里有大悲观 摄影菩萨或佛像 你每天早上拿一块新币 一块新币很少吧 对不对 二十块台币嘛 一比二十 你跪在佛前发愿 说佛菩萨 因为我没有福报 所以我愿意 以这一块钱的功德 退后一点 谢谢 对 好 谢谢 好 这样子不要 不然我手会大到 对不起 你就说 佛菩萨 我没有福报 众生很苦 我愿我这块钱 来供养三宝 供养一切的众生 一 愿一切众生 都能够听闻到正法 而早日成佛 第二 愿一切众生 离苦得乐 第三 愿一切众生 能够所求如愿 心想事成 当然你假如修净土 你可以加一条 愿一切众生 都往生极乐世界 然后你再把这一块呢 这个钱新币投下去 每天都做 一个月以后 你拿去 要做慈善事业 做医疗 做寺庙 要流通法宝 你就都可以 但是要确定 在供养功德的时候 你要确定这个单位 不是骗钱的 因为现在的这社会 很复杂 你要找到一个 有公信力的团体 你做布施 你这样持续做 连续三个月 再努力去工作 我跟你说 你绝对就会发财 你会说 师父你怎么这么肯定 因为你就是没有 种布施的因 所以你没有 发财的果 我常常说一个笑话 我们台湾也是在 开高速公路 高铁或是很多地方 房地产呢 或是政府要收归 土地儿 这个所谓的 市政建设的时候 很多人都报发负啊 一报呢 就是几亿 几亿的台币啊 对不对 人家呢 人家能够报得出来 但是你报不出来啊 因为你没福报 你只有报牙 对不对 这是 你要知道 人家会赚钱 也是他的福报 你不要小看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大家观想 就算他不是佛教徒 你有没有发现 基督教 天主教 都常常喜欢做什么 慈善事业 对不对 还有布施 孤儿院 养老院 育幼院 你看很多的歌星 全世界的东西方歌星 一次所谓的 义脉演唱会 你看他就做了多少的功德 他纵使不是佛教徒 可是他就做了很多功德 所以他很有福报啊 人家肯中这个音啊 对不对 所以你不要那么吝啬 所以佛曾经为国王说法 也为居士说法说 在大宝基经里面有讲 在阿含经里面佛也说 佛弟子应该把财富分为四分 我举一百块新币给你看 四分之一做什么 养自己的父母 因为父母是你的福田 他生养生儿育你养你 听好 就算你的爸爸妈妈是单亲家庭 你的爸爸妈妈是毒鬼 你也要责任孝顺父母 没有他 你怎么能够来投胎呢 第二个四分之一 要做自己的生活费 第三四分之一呢 做紧急苦难用 万一发生了亿万 你还可以生病做种种 第四四分之一 要呢 供养三宝 做慈善事业 所以佛没有叫你呢 全部都要布施 佛没有要你全部布施 而要你的老命的 没有 佛要你以欢喜心布施 四分之一就可以了 而且要发愿 所以佛在世的时候 有一个多文长者 大家知道 奇数己孤独猿 多文长者 他生生世世都有福报 他虔诚的佛教徒 而且做什么生意呢 他都发财的 那是你的福报不够 所以你不会发财 所以这个 这一段里面 讲世愿安乐行很重要 世书的里面 大家都要求工作 求平安 求幸福 你也可以发愿 但是光发愿不够 还要去实践 修六度万恨 在初世间里面 你若能够发愿 成佛而广度众生 那功德力是更大的 好 请看下面经文 五十七页 第二十二行 鬼三 结形成 分二 洗一 明离过 就是说 你自己要在 修阴 to avoid the disadvantage 你在发了愿以后 要实践 可是对于自己的身口意 还是要常常地 如灵深渊 如理伯兵地 简点自己 警惕自己 提醒自己 请看经文 释迦牟尼佛又对文书施利说 是菩萨摩赫萨 于如来灭后 有成就此 第四法者 第四就是世愿安乐行 说法时才不用过失 因为他身口意清净 可以感动别人 再看五十八页 科判几二 那他可以得到 什么样的利益呢 丑一 证明 丑二 试解 证明说 他可以 为比丘 比丘尼 忧婆瑟 忧婆仪 国王 王子 大臣 人民 婆罗门 居士等 接受他们的 恭敬恭敬 供养 恭敬 尊重赞叹 乃至于 虚空诸天的 天龙八部 为了要听 这位法师说法 那他都会 昼夜长长地 做他的逝者 而随行保护他 当然 讲经说法 妙法联华经 在家出家 都可以讲经 你在家居士 受了菩萨界 很精进地 学习佛法 也可以身作讲经 若在聚落 或成义 或在空闲的树林当中 若有人故意来 刁难你 或问难你 这时候 你不用担心 昼夜 珠天 天龙八部 昼夜 都为了尊重法固 护持法固 都会护卫你 而且 让刁难的人 反而呢 以大乘法 回应他 让他听着欢喜 说着也欢喜 接下来再看 丑二 世杰 为什么呢 这一段请做个记号 画五个星星 所以 这和 此 妙法联华经 是过去佛 现在佛 未来佛 一切诸佛 发愿 必须共同弘扬的法门 是诸佛的 微神力加持故 所以过去佛 最好的证明是 多宝如来 现在佛 释迦摩尼佛 下面一尊 弥勒菩萨 未来佛 也会讲经说法 有一个脸友问 师父 请问弥勒菩萨 将来是在哪里成佛 假如以地理来说 世俗地 是在 我们这个地球的 古印度那个地方 菩提加也 是地球的中心 不管世界怎么变化 将来地球 经过几次核爆炸 对 所有的世界的中心 在那里 所以 弥勒菩萨 会在那边 视线八项 成道成佛 第二个 事实上 弥勒菩萨 也可以千百会化身 在六道里 在十方佛国土里面 为众生讲经 那这个脸友又问 那师父什么叫做 龙华三会 龙华树是指 现在在 菩提加也的叫菩提树 在当时等到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以后 因为弥勒菩萨的功德力 所以那时候的大家的相貌都非常的庄严 最长寿命有八万四千岁 弥勒菩萨相貌庄严 所以那个树非常非常的高大 所以叫做龙华树 龙华树有龙华三次法会 听好 弥勒菩萨事实上讲的法会不止三次 他有很多很多讲经说法 最大最大的法会有三次 其中有一次就是讲 妙法莲华经 弥勒菩萨也会讲般若经 弥勒菩萨也会讲华严经 弥勒菩萨也会讲无量寿经的 所以 龙华三会是代表 弥勒菩萨这个讲的 殊胜法会会度 静虚空遍法界 十方三世 无量无边佛国土的众生 其中一个 弥勒菩萨